在6月7日进行的旧金山选举中 旧金山检察官博彻斯被已超过60%的票数罢免 成为旧金山历史上罕见的被民众罢免成功的检察官 博彻斯2020年初首次上任 他已上任就推动所谓的刑事司法改革 包括结束现金保释 停止起诉16岁至18岁的青少年罪犯 并为他们提供康复计划的机会 而不是将其送进监狱 批评者称 旧金山市治安恶化 博彻斯负有责任 他们继而发起罢免活动 耗资数百万美元推动针对他的罢免投票 第九届美洲峰会将于6月8日在洛杉矶正式开幕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当天 到洛杉矶参加美洲峰会的第三天会议 洛杉矶部分地区将面临道路封闭等 由于道路关闭 通勤者应在周六中午前避开以下道路 110高速公路在第三街和10号高速公路之间的南北两个出口 华盛顿大道和第三街之间的菲格罗亚街 联合大道和格兰大道之间的皮克大道 威尔西尔大道上的比克塞尔和鲜花街之间的路段 据悉拜登将在峰会前与吉米金梅尔在好莱坞录制节目 随后将在峰会中与来自西半球的领导人 讨论移民 经济 新冠病毒 气候变化等问题 他将留在洛杉矶地区直到周六前往圣达菲 与新墨西哥州州长会面 6月8日 一廊一列客车列车发生脱轨事故 截至目前 事故已造成至少17人死亡 超过50人受伤 伤者中有16人伤势严重 当地官员表示 随着搜救工作展开 死伤数字或将进一步增加 该客业列车从伊朗马什哈德驶向亚兹德 事故发生在距离塔巴斯市85千米处 事故原因为列车同一辆挖掘机相撞 撞击导致列车脱轨 6月7日 据日媒报道 日本文部科学省称 科学家在小行星探测器 损鸟2号采集的样本中 检测到20多种氨基酸 这是首个在地球外存在氨基酸的证据 2020年12月 由探测器随鸟2号搭载的为期6年的回收舱 从3亿多公里外的小行星龙宫返回地球 并带回约5.4克行星表面样本 此次损鸟2号采集样本来自不受阳光或宇宙射线侵蚀的小行星地下物质 对其分析是在没有将其暴露于地球空气中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意味着研究人员第一次证实了外层空间中也存在生命的组成部分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天体生物学名誉教授小林宪正表示 在地球以外天体上发现多种氨基酸是史无前例的 甚至可能暗示地球以外存在生命 证明氨基酸存在于小行星的地下 增加了这些化合物从太空到达地球的可能性 这也意味着氨基酸可能存在于其他行星和天然卫星上 暗示生命可能诞生在宇宙中比以前认为的更多的地方 上海市人设局近日出台了关于助力复工复产 实施人才特殊支持举措的通知 通知明确 针对毕业于世界排名前50名院校的留学回国人员 取消社保缴费基数和缴费时间要求 全职来上海工作后即可直接落户 毕业于世界排名51至100名院校的 全职来上海工作并缴纳社保满6个月后可申办落户 除留学人员外 上海市复工复产的重点企业人才等 也可纳入落户经办绿色通道 此外 今明两年上海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普通管理岗位人员和通用性较强的初级专业技术岗位人员 主要向高校毕业生倾斜 本集完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